第871章暴怒的染红胶 啊 染红胶爆喝一声 一股可怕的力量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直直地贯穿而出 就像是火山喷发 砰 巨大的力量狠狠地冲了出来 直接与周围的藤腕撞在一起 顿时四周的藤腕直接就是被爆开了 化为了一片藤雨 潇潇而下 无尘忍不住是吸了一口冷气 化龙镜强者的奋力一击 果然是非比寻常 恐怖的力量直接爆炸 连火龙草的藤腕都是被爆开了 爆开了周围的藤腕 染红胶目不可斥 对这火龙草 它是恨到了极致 都是因为它 才害得鬼影胶暴体而亡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这家伙而起的 它一定要让这该死的火龙草 为鬼影胶的死陪葬 怒吼一声 染红胶身体整个的发生了一点 化为了一个庞然大物 庞大的身躯 刚强的体魄 渗透出一股股骇人的力量 不断地冲了出来 无比地浩大 这就是胶人族的本体吗 注视着这个庞然大物 无尘也是认的 这就是胶人族的本体了 胶人族的本体无比的丑陋 比赖蛤蟆都要更加的丑陋 相比于胶人族 人鱼族简直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 打吧 打吧 无尘嘴角露出了笑容 这一株火龙草 现在已经是成了精 实力强横 非常的恐怖 要是凭他和玉胶蓉两人的力量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把握 因此 他需要有人能帮他们的忙 为他们削弱这火龙草的实力 现在 这染红胶已经被彻底地激怒了 全力爆发出来 对付火龙草 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机会 我想起来了 突然 玉胶蓉惊叫一声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无尘连忙问 你想起了什么 玉胶蓉看了看他 道 这些图案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我人鱼族的阵法 你们人鱼族的阵法 那这么说来 这里就是你们人鱼族所建立的吗 玉胶蓉想想 点点头 应该是这样 无尘看了看这些图案 虽然现在确定了 这里的图案的确是一种阵法 而且还是由人鱼族所建立的 但是依然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这阵法有什么作用呢 你知不知道 玉胶蓉道 这阵法名为八星阵 主要用于禁锢和束缚 一旦有什么东西进入里面 将不可能再出来了 禁锢束缚 无尘大惊 看着阵法的位置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 这八星阵 是在禁锢这火龙草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 新的问题又来了 人鱼族的人 为什么要把火龙草 给禁锢在这里 他们的目的何在 依然还是有太多的问题 没有弄明白啊 想了好一会儿 无尘依然是没有弄明白 就是不想了 转而关注火龙草 和染红胶之间的战斗 火龙草的力量 非比寻常 又属于木本植物 恢复力超强 即便是染红胶 也都是无法奈何的了 本来 遇上木本植物 最好的办法 就是采用火攻 但是 火龙草这种植物 却是一个例外 在火海之中 那是根本丝毫都不受损的 反而是显得更加的活跃 因此 采用火攻的方法 对它来讲 根本起不了半点儿的作用 无尘 这火龙草 有什么克星没有 郁娇荣也在关注火龙草 她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东西 她要把它给带回去 给她的母亲治病 当然有 既然她的名字是火龙草 属于火属性 那么水就是她的克星 无尘对于火龙草 那是极为了解的 他知道 火龙草最怕的东西就是水 一旦沾上了水 它的力量会减弱许多的 所以对付这种东西 用水来辅助攻击 那是很好的 水 海水可以吗 这里是东海 海族的世界 海水多的是 没办法估量 当然可以 海水也是水的 听郁娇荣这么一提点 无尘看了看宫殿之外 突然生出了一条计谋 或许可以借助于这里的地势 把海水给引进来 打败这火龙草 不行 不能用海水的 突然 无尘又想到了什么 立刻制止了 为什么 郁娇荣忍不住问 无尘道 火龙草 必须是在 治阳治刚的环境下 才是可以生存 一旦沾上了水 其药性 必定会大大的减弱 如果说 我们只是单纯的 想打败它 那使用海水 绝对是一条 很好的办法 但是别忘了 我们这次来取 火龙草的目的 是为了给你母亲治病 既然要用它来治病 那么自然是要想办法 保护其药性的完整 如此 才能将治病的效果 达到最大化 那怎么办 郁娇荣忍不住问 他是人鱼族的人 身上所携带的海水 那是很多很多的 绝对保证足够 但是 现在为了保证药性 又不能使用海水 来对付它 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了 让我想想看吧 无尘陷入了沉思 说实在的 用水来对付火龙草 那的确是一种好方法 可以节省很大的力 不过 他们来取火龙草的目的 可不是单纯地 打败它而已 更多的还是 要拿它去给 玉无双治病 要不然 他们大老远地 闯进地干什么呢 吃饱了称的不是 火龙草 老子这就让你品尝品尝 老子的厉害 或许是染红胶 听到了 吴晨和玉焦荣 两人之间的对话 他大喝一声 嘴巴张大 吐出了一大口的海水 海水喷灌而下 直直地冲了下去 朝这火龙草 给冲了出去 他才不管什么 火龙草要性的问题 他现在是满腔的愤怒 只想杀掉这火龙草 为鬼影焦 报仇血恨 至于吴晨和玉焦荣 这两个小鬼 实力简直就是垃圾 等他解决了火龙草之后 再来收拾这两个小鬼 也是不迟 糟了 这老邦子要喷水了 怎么办 看到染红胶喷水了 玉焦荣脸色大变 因为刚才 吴晨讲过 火龙草不能沾水 沾水的话 其药效会大大的减弱 不利于治病救人 第872章历史 赶快去阻止他 吴晨也是吓坏了 火龙草这种东西 与海水那是天然相克 一旦接触了水 其药效必定会大大的受损 到那个时候 再用这东西去救治玉无双 那就没有可能了 那边 看到染红胶喷水了 火龙草也是及时地 做了应对措施 只见它的全身光芒一暗 迅速地收缩 眨眼间就是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染红胶的海水 喷射在了地面上 地面上立刻就是 冒出了很多的气泡 一股庞大的热量 冲了上来 眨眼间就把那些海水 给蒸发殆尽了 化为了无尽的蒸汽 见此 无尘和玉娇蓉 都是松了一口气 心中的大石 也是骤然落了下去 刚才 它们看染红胶喷水了 可把它们给吓了一大跳 火龙草这东西 是不能接触水的 要不然 其药效会大大的减弱 不利于治病了 可恶 见火龙草消失了 染红胶勃然大怒 这什么垃圾东西 真是太狡猾了 堂使他抓到 必定将其碎尸万段 为鬼影胶报仇血恨 吸取了这次的教训之后 火龙草干脆躲着不出来了 这些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弱点 他还出去干嘛 找死吗 等了好一会儿 始终不见火龙草现身 染红胶心中的怒气爆发了出来 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 染红胶发狂了 身上的力量不断地爆发 无情地扫下 狠狠地打了出来 卷动天下 怒充万物 这老家伙发疯了 咱们退后 离这老家伙远点 无尘和玉胶容不自主地后退 任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染红胶 神志有些不清醒 怒火已经燃烧了起来 力量不断地爆发 化为了一个毁灭者 看谁都是火龙草 他们可是招惹不起 也没有招惹的必要 力量不断地爆发 地面被无情地炸开 爆炸出了一团一团的气浪 卷动四面八方 这图案越来越清晰了 随即 两人惊奇地发现 在染红胶力量的摧残之下 地面被不断地炸开 那隐藏在地面之下的图案 却是逐渐地变得清晰了 果然是八星镇 看到这些显示的图案 玉焦荣终于是确认了 这些图案 所构建出的镇法 那就是八星镇 无尘注目于八星镇 这八星镇的结构 与普通的镇法有些差别 精美的图案 分布在八方 这些图案个性不一 分别排列 就像是一幅幅抽象化 这些图案 包含着一些信息 玉焦荣也发现了这一点 目光汇聚于这些图案上面 仔细地观察 突然 眼前景物一变 一幅活生生的远古画面 就展现在了她的眼前 无尘也是聪慧之人 她也是看出了端倪 这些图案所显示的信息 如果她没有猜错 正是人鱼族那一段消失的历史 原来真的是人鱼族把火龙草 给移植在这里的 通过这些图案 吴臣终于弄清楚了所有的事情 是人鱼族的人 发现了火龙草的幼苗 然后把它给转移到这里来 为火龙草专门修建了这一座宫殿 吸取海底火山的热量 打造出一个制阳制刚的环境出来 至于人鱼族的人 为什么要移植火龙草 并且将火龙草培育起来 这其实也很好解释 就是看中了火龙草的要性 想要吞服下去 突破修为境界 但是 令人鱼族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火龙草成长的速度十分的惊人 仅仅数年时间 就成长到了极强的程度 并且成了惊 实力非常的恐怖 而且伴随着火龙草实力的增强 他们还发现 火龙草竟是要吸收其他生物的生命元气 有许许多多的人鱼族 和其他种族生物的生命元气 都被火龙草给吸收了 化为了雷雷的白骨 也就是之前无尘在外面所看到的那些尸骨 吸收了无尽的生命元气之后 火龙草的实力进一步壮大 人鱼族的强者根本就没办法应对 被迫之下 设置了八星阵 将火龙草给永远地封禁在这里 原来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人鱼族搞出来的 玉娇荣感慨万千 心中生出了一种悲凉 他们人鱼族移植火龙草 本来是好心好意 想用它来突破修为 增强实力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 非但没有让他们人鱼族的实力增长 反倒是让他们人鱼族的精英损耗许多 导致他们人鱼族的实力大减 一天不如一天 甚至有了灭族之祸 无尘在心中摇了摇头 火龙草 这种东西 要想培养 那是肯定不值当的 因为这种东西 要吸收其他生物的生命元气 稍有不慎 就是打蛇不成 反被蛇咬 一般而言 人工培养的话 是要在完全密闭的环境下 才是最好培养的 若是人鱼族懂得这一点 或许就不会有当初的灾难了 哼 就在这时 一股巨大的能量 疯狂地传了出来 让两人身体一震 瞬间就是回神过来 抬头一看 无尘忍不住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无数的藤蔓 从四面八方延伸开来 朝着染红胶笼罩而去 要把他给抓住 绑复起来 染红胶大喝一声 张口喷出了一道巨大的水柱 水柱破空 狠狠地冲向了那些藤蔓 原本以为 自己的水柱 可以克制火龙草的力量 但是 结果却是出人意料 染红胶的水柱 打过去的时候 却是并没有收到 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被周围的藤蔓 给阻挡了下来 小子 你骗我 海水对这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 染红胶愤怒不已 之前听吴臣讲 海水对火龙草会有克制作用 结果呢 他使用海水打出去 却是没有半点儿的效果 吴臣道 老家伙 你要看清楚 现在这是藤蔓 不是火龙草本尊 火龙草的藤蔓 是根本不惧怕海水的 这老家伙 竟是编排起他来了 火龙草的藤蔓 与他的本体 那根本就是两码事 没看到火龙草的本尊 现在都躲起来了吗 只留下藤蔓 在外面活动 第873章 染红胶之死 小子 说你错 你还敢降嘴 简直放肆 染红胶现在本身就在气头上 又哪里容许吴臣忤逆于他 怒吓一声 巨尾横扫而下 冲了过来 要给吴臣一个深刻的教训 老家伙 你还讲不讲道理 吴臣也是怒了 他还从没见过这么蛮横不讲理的 他不过是解释了一下 居然就对他发起了攻击 真是不可理喻 我闪 吴臣身影一闪 从原地消失 这老家伙的实力很强 乃是化龙镜强者 现在又处于圣怒之中 根本是不讲任何的道理 他才懒得跟这个老家伙硬碰硬呢 砰 巨尾横扫而下 重重地击打在地面上 顿时 那一块地板都是崩裂了 碎石碎块到处飞 化为了鸡粉 见此 玉娇蓉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化龙镜强者的力量 果真就是不一样 实力强的离谱 吴臣 你没事吧 吴臣摇了摇头 我没事 不用担心 玉娇蓉道 当心一点吧 这老家伙的神智有些不清醒 还是小心一点为妙 吴臣点头 我知道的 他才不会跟一个疯子一般见识呢 小子 你还敢反抗老夫 简直找死 染红娇勃然大怒 大喝一声 身影一下子冲了过去 冲向了吴臣和玉娇蓉 火龙草他暂时是对付不了 但是他就不相信了 连一个星级镜的小鬼头都对付不了 糟了 这家伙把目标对准我们了 玉娇蓉脸色大变 他们的实力才是星级镜 不可能是染红娇的对手 对方是化龙镜强者 实力远在他们之上 根本就是对付不了的 这老王八 是要把火器发泄在我们的身上 吴臣也是忍不住爆粗口了 这王八蛋对付不了火龙草 就来找他们的麻烦 真是太无耻了 就在他凝聚起力量 打算和染红娇死磕的时候 突然无数的疼万 扑天盖地而下 如同章鱼的触手 瞬间就把染红娇给缠住了 糟糕 染红娇大叫不妙 这才猛然意识到 自己刚才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不该分心去对付吴臣这小子的 给了火龙草以可乘之机 给我碎 染红娇大喝一声 一股超强的力量 从身体之中爆发了出来 整个的身体骤然膨胀 想要震开周围的藤腕 对于火龙草而言 他好不容易逮到了机会 趁染红娇跟吴臣两人纠缠 分心的时候 发动突然袭击 就为了拿下这个老家伙 对此他是蓄谋已久 又怎会给这个老家伙 以逃脱的机会呢 藤腕立刻收缩 绑复着染红娇 直接把他给往后拖去 巨大的力量 作用在染红娇的身上 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啊 染红娇惨叫 藤腕绑复着他的全身 紧紧地勒着他的脖子 让他感到呼吸都是很困难了 这老家伙是自食恶果 见此 吴臣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怜惜 这个老王八 刚才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就要杀他 夺他的性命 如此之人 活该有此报应 玉娇荣也是点头 且不论染红娇刚才的举动 单单就他是娇人族这个身份 就该死了 这些年 这个老家伙也没少杀他们人鱼族的人 他们人鱼族的人 落入到这个老家伙的手中 必定是生不如死 如此恶徒 他恨不得扒起皮 拆起骨 扒起心 现在落得这么个下场 简直是便宜他了 啊 染红娇不断发出凄厉的惨叫 火龙草的藤腕 把他给束缚得死死的 又往他的身上注入了大量的毒素 麻痹他的神经 让他意乱神迷 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干什么 只是凭借着本能的进行着反抗 逐渐的 他的声音就是没了下去 因为火龙草的毒液已经是麻痹了他的神经 让他连动一下都是不能了 只能任由火龙草宰割 根本就是不能做什么了 怎么办 吴晨 这火龙草吸收了染红娇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了 火龙草的力量 他是深有体会 曾经 他就是被他的藤腕给绑附着 生命元气被无情地抽走 要不是吴晨及时赶来 拯救了他 他现在只怕是已经早就成了火龙草的食物 被彻底地消化掉了 我知道 我正在想办法 吴晨现在也是心乱如麻 他能看到 染红娇庞大的身体正迅速地萎缩 很明显是火龙草正在吸收 这老家伙身上的生命元气 这才一会儿功夫 就已经是缩小了三分之一 以这般的速度下去 火龙草很快地 就会把这老家伙给吸干的 等火龙草把这老家伙给吸干了之后 肯定就会是轮到他们了 但是 该怎么对付这火龙草呢 且不论什么办法 他们现在连对方藏身在哪里都是不知道 他们连找都找不到火龙草的踪迹 更不要说对付他了 等一等 他好像知道这火龙草藏身在什么地方 瞬间 吴晨把目光投向了那八星镇 如果这记载没错的话 这八星镇就是人鱼族强者修建来 禁锢火龙草的地方 既然是禁锢它的地方 那么火龙草的真身 很有可能也是藏在这八星镇之中 但是他仔仔细细的看这八星镇 却是没有看到火龙草的半点而痕迹 除了那一些奇特的图案之外 好像什么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他猜错了吗 这火龙草根本不在这八星镇里面吗 吴晨仔细的想了想 又是摇了摇头 这个空间里 其他地方他们基本上都找遍了 都是没有发现火龙草 只有这八星镇 因为之前有地板在 覆盖了镇法 使得他们没机会仔细去探测 因此 如果火龙草的真身的确在这里 那么 除了这个八星镇之中 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了 郁娇荣 你帮我留意一下这些藤蔓 我去看看八星镇 吴晨嘱咐了一句 不等郁娇荣答复 就直接飞了下去 落入到了八星镇上面 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探查一下 看看火龙草 是不是在这八星镇之中 第874章八星镇 吴晨 你在干什么呢 看着吴晨 郁娇荣容满脸的疑惑 不明白吴晨到底在干什么 不过 他虽然不明白吴晨想干什么 但他却知道 吴晨做事情肯定不会没有目的 他这么做 想必是发现了什么吧 话说吴晨降落到八星镇上面了 他仔细地凝视着八星镇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心中不由的范迪姑了 难道这一次真的是他猜错了吗 火龙草真的不在这八星镇里面吗 可是如果火龙草不在这八星镇之中 那又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他感到困惑的时候 突然 郁娇荣容的声音骤然响了起来 吴晨当心腾腕 吴晨心神一震抬头一看顿时脸色大变只见无数的腾腕 铺天盖地朝着他给打了下来速度极快犹如闪电一般 仙王阵九天 吴晨二话不说 立刻运转力量 催动强大的灵力 滔滔的力量不断地涌出来 灌入到了身体之中 紧接着一道巨大的金色身影 就是出现在吴晨的身外 牢牢地守护着他 无数的腾腕瞬间击落下来 巨大的力量 作用在仙王的身上 把仙王都是震得颤抖了起来 要把仙王给击碎 给我顶 吴晨大鹤一声 催动全身的力量 狂暴的力量 全部涌入到仙王之中 努力维系着仙王的力量 以对抗火龙草的腾腕 火龙草的腾腕数目虽然多 而且力量也是很大 但终究是无法击碎吴晨的仙王 被他给挡在了外面 无法进入其中了 见此 吴晨是松了一口气 刚才真是好险 自己差一点儿就被腾腕给击中 沦为了和染红胶一样的下场 终于挡下了 玉胶蓉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刚才真是好险好险 差点以为吴晨被腾腕给击中了 这腾腕有多大的力量 他可是非常的了解 一旦被缠住了 绝对不是什么一般人能挣脱得了的 哈哈哈火龙草 我知道你藏在什么地方了 突然 吴晨哈哈大笑 他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火龙草绝对是在这八星镇里面了 吴晨 你说什么 你知道火龙草藏在什么地方 玉胶蓉睁大眼睛 感到不可思议 他在这个空间找了这么久 都是没有找到火龙草的所在 吴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吴晨笑了笑 道 如果我没猜错 这火龙草就藏在这八星镇之中 也就是我所站的位置的下面 什么 玉胶蓉更是大惊 眼睛也是看着八星镇 怎么也想不到 火龙草居然就藏身在八星镇之中 你说的可是真的 火龙草真的就在这八星镇之中吗 玉胶蓉双眼睁大 仔仔细细地看着巨大的八星镇 眼中充满了疑惑 他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对 绝对是 吴晨狠狠点头 他现在终于可以确定 他之前的猜测没错 火龙草真的就藏在这八星镇之中 不过 这也有问题了 火龙草现在藏身在八星镇之中 他又该怎么把它给找出来呢 又怎么把火龙草给搞到手呢 毫无疑问 这八星镇肯定有出口的 要不然 刚才火龙草也就不会出来了 也不会瞬间消失 重新回归到八星镇之中了 如果他能找到那一个出口点 那么他就可以找到火龙草了 但是 那个出口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他现在可是忙无头绪 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 火龙草把攻击的对象瞄准了玉焦荣 只见数不清的藤蔓 铺天盖地地朝他给卷了过去 犹如是浪涛一般震荡不息 而玉焦荣现在也是奋力一战 手中常见不停的挥舞 滑出了道道绚烂的剑光 不断地斩断披落周围的藤蔓 不让藤蔓近身 但是他可没有吴臣的不灭金身诀 不可能像吴臣那样凝聚出先王法身 能把铺天盖地的藤蔓 统统都给阻挡在外 所以他打得很吃力 往往是防了这头防不了那头 见此吴臣决心助他以臂之力 屠龙刀 现在这里就只剩下了他和玉焦荣两个人 其他人都已经死掉了 就连染红焦也是被火龙草给吸干了生命元气 化为了一具白骨 所以现在的他 是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屠龙刀 不必担心会有别人会发现了 握住屠龙刀 无尘一刀劈出 绚烂的刀光滑破了空间 带着雷霆一般的力量 狠狠地劈向了那些藤蔓 砰 那些藤蔓根本就抵挡不住 无尘一刀劈出就是被劈碎了 破开了一道口子 玉焦荣 你赶快过来 碎裂了一些藤蔓 无尘可是不敢疏忽大意 这火龙草身上的藤蔓树木很多 几乎是怎么断都断不进 一旦新的藤蔓补上来 那就更加难办了 玉焦荣焦鹤一声 绝美的身影煽动 手中长剑挥洒 漫天剑气飞射 狂卷八方 这一下 又有不知多少的藤蔓被震断 化为了藤宇 纷纷而下 震断了周围的藤蔓 玉焦荣二话不说 杖剑就是冲了出来 冲向了吴臣 对于吴臣 他现在是绝对信任 现在的他们 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整体 共同对付火龙草 近来 这时 吴臣从先王之中伸出了一只手 玉焦荣看了一下 没有任何的犹豫 抬起左手 搭在他的手上 然后 玉焦荣就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 作用在他的身上 他还没有弄明白 是怎么回事 那股巨大的力量 就已经是把他给拉了过去 拉进了先王之中 玉焦荣拍拍胸口 感到惊魂未定 你没事吧 一双眼睛向他看来 玉焦荣抬头 看着这一双眼睛 满含关切 我没事的 不用担心 玉焦荣摇了摇头 对吴臣说道 没事就好 吴臣点点头 他放心了 现在的他们 是一个整体的 他可不想玉焦荣出什么意外 多一个人 也好多一分力 对付火龙草 也多一分的胜算 第875章情况危急 轰 就在这时 突然 从脚下传来了一股震动 整个八星镇 都在剧烈地摇晃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吴臣和玉焦荣 都感到困惑不解 看着底下的八星镇 这时候 八星镇正剧烈地颤抖 就像是地震发生一样 玉焦荣道 吴臣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 这里我感到有点 而不安全啊 吴臣想了想 道 好 吴臣也觉得 这里不太安全了 毕竟 火龙草就躲在 这八星镇的底下 随时都可能会发起攻击 要是对方 突然就发起了攻击的话 他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然而 还不等他们撤离 突然 从八星镇之中冲出来了 无数道光芒 这些光芒 五彩绚烂 光彩照人 缤纷无比 这是什么 看着这些彩光 吴臣和玉焦荣两人 都是涌出了 无尽的迷茫 不明白 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随即 他们发现 这些光芒 竟是朝着他们的身上 涌进来 吴臣脸色大变 因为他发现 这些力量 竟是在排斥他 要把他给排斥出去 给我镇压 吴臣大鹤一声 运转力量 想要压制住 这一股力量 但是 他却精益地发现 这一股力量 他越是压制 就越是爆发的厉害 啊 吴臣惨叫一声 直接被这一股力量 给镇飞出去 吴臣 看到吴臣被镇飞了出去 玉焦荣立刻慌了 二话不说 也是要冲出去 救吴臣 但是 他却是发现 一股巨大的力量 涌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定住了他 让他根本是动弹不得了 他奶奶的 地上 吴臣爬起来 刚才这一股力量 实在太强大了 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人也被震了出去 玉焦荣一眼 却是更加的迷惑 这是怎么回事 同样是强大的力量 为何他就被反震了出去 而玉焦荣却是被扣留了下来 很快的 他发现 玉焦荣竟是盘坐了下去 双眼慢慢闭上 似乎是进入了坐定的状态 而周围的采光 则是不断地灌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不断地洗刷着他的身体 使得他身上的力量节节攀升 很快地就恢复了所有的实力 并且还在不断地向上攀升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些彩光是在给他注入力量吗 看着玉焦荣 无尘仔仔细细地看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便是放心了 就在这时突然 他浑身一颤 一股浓重的危险 刹那间涌了上来 不好 无尘大惊失色 立刻闪身离开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之间无数的藤腕 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 刹那 他整个人的身体就是被困住了 根本就是不能动弹 糟糕了 无尘没有想到 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 竟也是犯了和染红胶一样的错误 真是大意啊 给我碎 无尘二话不说 身上的力量立刻就是爆发了出来 想要把周围的藤腕给震开 他现在根本就不能使用仙王了 因为藤腕已经是把他给缠住了 即便是仙王 也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了 只有先把周围的藤腕给震开 然后再使用仙王 才能把藤腕给隔绝开了 但是 这一次的攻击乃是火龙草蓄谋已久的 他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机会 自然不会让无尘就这么脱困 很快的 更多的藤腕就是伸了过来 击中力量对付他 至于玉娇蓉 等他收拾了这个无尘之后 再去收拾也是不迟 他奶奶的 这什么玩意儿 力量竟是如此的大 无尘气急败坏 他奋力挣扎 想要从火龙草藤腕的束缚之中挣脱出来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藤腕的力量十分的强大 无论他怎么使力 怎么使劲 都是无法挣脱出来 这下子有的瘦了 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以目神觉 恐怕也都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 因为周围的藤腕太多了 缠得太紧太紧 根本就是摆脱不了 而就在这时 无尘突然感到自己的脖子 被什么东西给扎了一下 一股酸痛之感 立刻就是涌上了心头 不好 这是火龙草的毒液 无尘对火龙草很了解 他自然知道 火龙草可以释放出毒液 一旦他抓到了猎物 就会立刻绑复起来 然后划破对方的皮肤 注入毒液 麻醉于对方 让对方神情迷乱 反抗力也自然的就减少了 甚至于完全的丧失 以目神觉 给我炼化 二话不说 无尘立刻运转以目神觉 强大的力量 喷发了出来 使得那些毒液 瞬间就是被炼化掉了 火龙草 你想吸收我身上的生命元气 恐怕还做不到 他是谁 无尚单神 火龙草的毒液 对别人来讲 或许很困难 但是对他来说 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修行有 以目神觉 可以炼化火龙草的毒液 见自己的毒液 对无尘居然没有什么效果 火龙草暴怒了 根本不说什么 立刻 一股毒液就是再一次的喷发出来 透过无尘的脖子 灌入到他的身上 这一股毒液 更加的多 也更加的凶猛 剧烈的毒素 注入到无尘的身上 立刻 一股眩晕之感涌了上来 要把他给麻醉住 不行 我绝不能被麻醉 无尘一咬牙 竭力控制自己的心神 让自己不麻醉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一旦被麻醉了 那么 他的生命 也就彻底的完了 乙目神觉 给我炼化 无尘大鹤一声 体内乙目神觉 疯狂运行 不断的炼化着 注入身体之中的毒液 无论怎么样 他都绝对不可能 让火龙草 把他给彻底的麻醉了 要不然 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乙目神觉 这是一门很神奇的树 对于木属性的物质 有着很好的效果 这一股毒液虽然凶猛 但是在无尘的乙目神觉面前 还是没有翻起多少的花浪 很快的就被分解掉了 虽然两次都把火龙草的毒液给化解了 但无尘确实不敢松懈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 一旦松懈 等待着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第876章 对质火龙草 不要慌 千万不能慌 无尘在心中给自己打气 现在的形势 对他是很不乐观的 但是 还没有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而越是到这种时候 就越是要冷静下来 一旦慌乱了 则容易给对手留下破绽 让对方有机可乘 这一刻虽然他的身体被藤蔓给束缚住了 无法动弹 但是他的脑袋依然是在飞速地转动 他在思考 除了水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克制火龙草 他连续地想了好几种办法 但是都被他给一一地否定了 因为那些方法都首先于条件不够 根本就无法实施 即便是最基本的水 这一种办法 现在也受到了限制 一来 这里的宫殿很牢固 肩不可摧 根本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水 二来 现在火龙草 躲在了八星镇之中 虽然他知道它在里面 但是却没办法把它给逼出来 火龙草不现身 你用水来对付它的藤蔓 那是根本没有作用的 等一等 谁说对付火龙草的藤蔓 对火龙草就起不了作用了 无尘猛的一阵 突然想到了什么 不由眼睛一亮 或许对付别的藤蔓 并不对火龙草的本体 产生多大的作用 但是有一个地方却是例外 那就是主藤 主藤 这是火龙草身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火龙草进食 和吸收营养物质的地方 对于火龙草来讲 有着重要的意义 至于主藤是哪一根 无尘自然也是极为清楚的 因为此刻他就插在它的颈部 正不断地给它的身体注入毒液呢 此时此刻 火龙草也是感到很是吃惊 他完全没有想到 无尘竟是如此的诡异 他已经给它的身体之中 注入了大量的毒液 这些毒液 莫说星级净强者 即便是画龙净强者 也都是无法抵挡 然而 无尘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那些毒液 对他似乎是没有半点儿的影响 不过 他还就不相信了 他就对付不了无尘了 立刻 他把主藤从无尘的颈部抽了出来 立刻无尘的颈部就是冒出了一大团的血花 这些血花就像是机关枪一样喷射而出 给我凝聚 无尘运转法掘 凝结伤口 要是任由鲜血横流 他可是没有那么多的鲜血可以供应 但是就在这时 一条粗大的藤腕 迅速地朝着他的胸膛处冲了过去 攻击速度极快 如同闪电一般 糟糕 这家伙要攻击我的心脏 无尘的脸色大变 无论是何种的生物 心脏这种地方都是关键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 要是被击中 丧命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给我碎 无尘大喝一声 凝聚起全身的力量 灌入到双臂之上 超强的力量爆发出来 使得那些缠着他双臂的藤腕 直接就被震碎了 然后 无尘双臂使出 迅猛出手 立刻就攻击而出 如同闪电 一把就抓住了那一根主藤 终于抓住了 看到主藤被抓住 无尘是长出了口气 要是不把这主藤给抓住 等他攻破了他的心脏 那么 他的情况将会陷入极端糟糕的困境之中 剑无尘居然抓住了他的藤腕 火龙草更加是暴怒如狂 这一根藤腕 可不是什么一般的藤腕 而是他的主藤 是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的 火龙草很快反应过来 立刻就要把这一根藤腕给收回去 想收回去 可能不 无尘冷笑 他好不容易才抓住了这火龙草的主藤 怎么会让他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收回去呢 要是他在攻击其他地方 那他岂不是又要费力去抓吗 多浪费体力 双臂握住 无尘大鹤一声 一股极大的力量 从身体之中使用出来 灌入到双臂之上 使得他的双手化为了两把巨大的钳子 死死地抓着这一根藤腕 不让火龙草把它给收回去 也不让它进攻他的身体 但是 火龙草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立刻就掉来了许多根藤腕 这些藤腕都朝着无尘的双手缠绕而来 要把他的双手都给勒抱 事实 无尘和火龙草二者之间陷入了僵持 火龙草的藤腕 把无尘的全身都给捆绑住了 不给他任何逃走的机会 而无尘的双手 则一直都是死死地抓着火龙草巨大的主藤 不让他前进 进攻于他 也不让其后退 转而攻击他其他的地方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我会坚持不住的 相比于火龙草 很明显无尘的力量要小得多 这火龙草虽然没有什么厉害的绝技 但是这藤腕就是十分的霸道 根本是无穷无尽 而且力大无穷 与之打消耗战 这是明显的不治之局 所以 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要不然 等他的力气耗尽 等待着他的 就是死亡的命运了 但是 想是这么想 可实际操作起来 却是很困难 因为他现在全身都被捆住了 周围那些藤腕 死死地勒着他 让他是动弹部的 他又怎么摆脱得了 这时 他看向了玉交融 如果他在 或许能帮上什么忙吧 但是 现在的玉交融 已经是处于修行的关键点 对外界的一切都不关心了 看着情形 是没办法指望了 所以 归根到底 还是只能依靠他自己 别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就在这时 一些藤腕爬上了他的头部 卷着他的头部 紧紧地估着 要把他给估死 见此 无尘不由的是暴怒 这玩意儿 还真是不死心 非要把他给置于死地不可 他奶奶的 你想吸我 门都没有 无尘愤怒了 什么也不管了 张口就咬住一根藤腕 死死地咬着 要把这一根藤腕给咬断 这时 以目神爵高速运行 疯狂地运转 一股奇特的波动 很快地就传了出来 立刻 那一段藤腕就是断裂了 被以目神爵给分解炼化了 以目神爵真是神奇 无尘忍不住是赞叹 以目神爵 这是对付植物系生物的一种 至高神爵 很有效果的 第877章 以目神爵 以目神爵 给我吸收 无尘握住那一根主藤 运转以目神爵 竟是想吸收火龙草的灵气 现在的他 什么都不顾了 既然火龙草要来吸收他 那么他又何须客气呢 他也要让这东西品尝一下 他以目神爵的厉害 无尘立刻运转以目神爵 一股可怕的力量注入到了这一根主藤之中 他现在所抓住的藤腕 乃是火龙草的主藤 主藤是与本体直接相连的 如果能吸收掉主藤的力量 那就代表着火龙草本身的元气 火龙草之中 蕴含着磅礴的生命元气 如果能吸收 或许可以填补他身上所损耗的力量 让他的身体里的力量 重新变得是充盈起来 但是 想法是很好的 做起来却是很困难 因为他发现 使用以目神爵 根本就无法从主藤的身上 吸取到任何的灵气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他的想法错了吗 使用以目神爵 并不能从火龙草的身上 汲取到灵气吗 旋即 无尘摇头 否定了这一点 因为以目神爵 对于植物类的生物 有着很神奇的作用 能从任何植物类生物的身上 吸取到灵气 而且 之前的它 在咬碎了火龙草的藤蔓之后 其中所含有的灵气 就是被他的以目神爵 给吞噬掉的 所以说 不用怀疑 以目神爵 是肯定能吸收 火龙草身上的灵气的 但是 问题又来了 既然可以吸收 那么 现在又为什么 吸收不了了呢 难道是因为 这是主藤 特别强大的缘故吗 无尘想了想 觉得这应该 不是其中的原因 以目神爵 对植物类生物 有着奇效 绝对不会因为 对方是主藤 就没法吸收掉灵气的 但是 问题究竟是 出在什么地方呢 他有些想不明白 对了 刚才的它 是先把火龙草的藤蔓 给咬断 之后才能吸收到灵气 如此说来 这跟咬断 是有直接关系的 难道说 他要把这主藤给咬断 才能吸收到 里面的灵气吗 看了一眼 这根主藤 无尘禁不住 是摇了摇头 这根主藤 坚硬无比 要想咬断 那是谈何容易 不要到时候 没有咬断 反倒是把自己的牙 给崩掉了 那可是大大的 划不来了 但是 如果不咬断 自己又怎么使用 以目神爵 从火龙草的身上 吸取到生命元气呢 突然 无尘的眼睛一亮 他似乎想到了 什么关键 难道是草皮的问题 他知道 植物的粗皮 是一层坚固的防御 能有效地阻止 外在力量的侵蚀 也能阻止 内部的水分 灵气外流 就跟他们人类的皮肤 是一样的 若是他们的皮肤 没有遭到破坏 哪怕是剧毒 那对他们来说 都是无效的 所以 他猜想 自己之所以吸取 不了灵气 不是因为 以目神爵不够好 而是因为 这煮藤上面的草皮 阻止了 他的力量侵入 使得他的 以目神爵 无法有效地 接触到灵气 想通了这个问题 那就相对好办了 如果他没有猜错 自己只需要 把火龙草 煮藤上的皮 给划破 那就可以吸收到 灵气了 不过 新的问题又来了 这火龙草的煮藤 坚硬无比 厚重如铁 他又该如何 把皮给削掉呢 对了 屠龙刀 无尘突然想到了 屠龙刀 屠龙刀乃是 他的本命法宝 是他用玄晶铁 给打造而成 本身品级 也是已经达到了 地阶灵宝的级别 如果连他也 劈不开 这煮藤的皮 那么 他就真的想不到 什么办法了 二话不说 无尘立刻从身体之中 把屠龙刀 给召唤出来 屠龙刀是 他的本命法宝 与他心神相通 只要他想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是可以召唤的 屠龙刀一出现 一股灵力的刀气 瞬间就是冲了出来 然后一刀劈出 狠狠地劈向了主藤 砰 屠龙刀与主藤狠狠地相撞 一股巨大的力量 瞬间爆发了出来 强大的波动 迅速地扩散开来 产生了剧烈的震荡 周围的那些藤腕 在这股力量之下 似乎是根本承受不住 这一股力量下来 直接就被灭了一大片 碎裂的藤腕 落了一地 但是 令人感到无比失望的是 即便是强如屠龙刀 都是没办法斩断火龙草的主藤 甚至是连皮都没有掉落 这让吴臣是大为震惊 这主藤未免也太坚硬了吧 另一边 看到吴臣的屠龙刀 向他主藤给劈了下去 火龙草也是大怒 主藤 可不比其他的藤腕 是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 要是被劈碎了 对他的实力影响也是很大很大的 立刻 他加大力量 想要把主藤给抽出来 但是 吴臣的双手 就像是巨大的钳子 死死地潜住了他的主藤 让他根本就没办法 把他给抽出来 这让火龙草大为恼火 一股股狂暴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使得整个空间里的温度 急剧攀升 迅速地膨胀 立刻 更多的藤腕 从空间深处伸了出来 集中对付吴臣的屠龙刀 扑天盖地而下 如同下起了一场藤雨 朝着屠龙刀抓了出去 屠龙刀也不是盖的 见无数的藤腕 向他给抓了下来 知道时间不多 必须得尽快地破掉主藤的皮 打出一些伤口来 好让吴臣吸收元气 给他创造机会 他加大了攻击力度 身上光芒绽放 顶着凶悍的威势 狠狠地劈了下去 目标只取那一根主藤 这一股力量 比起先前的那股力量 更加的猛烈 刀器也是更加的凶狠 强大的力量直劈而下 怒冲了出来 轰 屠龙刀和主藤猛烈地撞在一起 立刻整个主藤都是剧烈地摇晃起来 不停地颤抖 似乎是承受不住 这一股震动 非常的剧烈 连带着吴臣一起 也是在发生着抖动 双手险些抓不稳 直接崩掉了 但是 吴臣双手死死地抓着主藤 无论如何 他都绝不松手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一旦松手 让火龙草这一根主藤得以释放 那么 他要想再抓住 那就没有可能了 第878章反吸收 砰 巨大的力量 披落在了火龙草的主藤上面 溅起了大片的碎屑 飞了起来 粉碎了吗 吴臣微微抬头 看向了屠龙刀与主藤碰撞的地方 那里 已经是出现了一个缺口 点点鲜红 冒了出来 见此 吴臣嘴角露出了笑容 这个缺口 就是他想要的 就相当于是人身上的伤口一样 而就这时 无数的藤腕 铺天盖地而下 把屠龙刀整个地给捆绑着 死死地捆绑着 屠龙刀剧烈地挣扎 想要挣脱开藤腕的束缚 但是很明显 火龙草是不会让他如愿的 立刻加大了束缚力量 要把屠龙刀给束缚住 不让他动弹 渐渐地 屠龙刀的反抗也是小了 和吴臣一样 被无数的树藤给束缚住了 无法动弹了 伙计 你先歇息一下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吴臣微微一笑 很快的 他就会让火龙草 尝一尝他的厉害了 双手一动 艰难地来到了之前屠龙刀 所劈裂的缺口处 用力一按 双手覆盖上去 紧紧地抓着 仿佛是溺水之人 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大功告成 吴臣长出口气 经过了这么艰苦的努力 他终于是如愿以偿地 在这火龙草的主藤上 留下了一道缺口 而接下来 就是他的以目神觉 发挥力量的时候了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给我吸收 运行以目神觉 吊集身体里所有的力量 以来对付火龙草 立刻 一股汹涌的力量 从火龙草的主藤之中 奔腾而来 灌入到了吴臣的身体之中 进入了他的血液 四肢百骸 奇经八脉 豪爽 吴臣浑身一震 感到整个人的精神 都是振奋了起来 火龙草身上的灵气 那是十分的精纯 用于治疗伤势 那是有着极大的好处 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选择使用这种东西 来给玉无双治病 希望能让他的实力不下跌 成为真正的传奇竞强者 火龙草的感觉 十分的敏锐 很快的他就察觉到了这一情况 不由得大惊 在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人敢这么大胆地 吸取他身上的生命元气 这个小子 到底是什么来路 但是 他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很快的 他就想到了一种应对办法 身上毒液剪出 把主藤上的那个缺口处 给毒化了 他倒要看看 这小子面对他的毒液 又能怎么办 毒液吗 炼化了就是 无尘根本就不怕 火龙草的毒液 身上以目神觉高速运行 那一股毒液 顷刻间就被炼化了 无法对他造成半点儿的影响 很快的 火龙草就发现了 不对劲 自己的毒液 貌似对这小子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这让他大感迷惑 自己的毒液 有多么的厉害 他是极为清楚的 画龙镜强者 都是无法抵挡住 他的毒液 会被麻醉的 而无尘的修为 不过才是心急镜 他又是怎么 抵御住他的毒液的呢 既然如此 那他倒要看一看 这小子到底能承受 多少的毒液 火龙草加大了毒液的输出 剧毒通过主藤释放出来 灌入到无尘的身体之中 要把他给毒化掉 无尘浑身一颤 这股毒液真的是太猛烈了 使得他的身体都是产生了一种麻醉之感 险些支持不住 倒了下去 但是 他的蚁木神觉十分的神异 不断地分解体内的毒液 将之化解掉 逐渐地 无尘身上的麻醉之感消失了 精神也是恢复了正常 我倒要看看 你的毒液到底还能有多猛 无尘运转火黄觉和蚁木神觉 不断地把灵气从火龙草给夺过来 将之转化为自身的能量 使得他身上的伤势迅速地好转 见自己的毒液对无尘没有任何的效果 火龙草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惊 充满了疑惑 这无尘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是连他的毒液对他都是不能产生任何的效果 但是 他还是不相信 自己拿无尘真的就是没有一点的办法 既然毒液不行 那他就另外更换一种方式吧 立刻 一大股的灵气从火龙草的身上冲了出来 直直地灌入了煮藤之中 汹涌澎湃如同波涛一般 透过煮藤灌入到了无尘的身上 无尘浑身颤抖 只是感到一股强大至极的灵气直往身体里面冲 这一股灵气非常的庞大 根本就不是现在的他所能承受得住的 这家伙是要把我给撑死吗 无尘何等聪明 一眼就看出来了火龙草的盘算 不由得心惊肉跳 这火龙草还真是歹毒得很 竟是想出了如此恶毒的招法 以他现在的修为和实力 是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庞大的灵气的 而一旦他承受不住 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暴体的命运 这时候 火黄诀和以目神诀高速运行 不断地炼化着身体之中那一股庞大的灵气 分担无尘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这是 随即 无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那就是自己的寿命和生命力正迅速地恢复 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这个发现 让无尘是惊喜如狂 原本他因为吞服了云换丹的缘故 使得他的寿命大减 生命力大量的流逝 正苦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只是没有想到 现在他的寿命和生命力居然补回来了 火龙草的灵气发挥作用了 无尘惊喜异常 他知道 这是火龙草的药力在发挥作用 火龙草 这是一种神奇的药材 有着十分神异的作用 对于伤势的治疗 有着绝佳的好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他吞服了云换丹 生命力大幅度地减弱 所以无尘的身体现在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 怎么填也填不满 任凭火龙草输送的灵气再多 他的身体也是照样的能够吸收掉 见此 火龙草无比的困惑 他现在已经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 无论是毒杀法 还是称死法 都是对无尘没有任何的效果 而反观对方呢 却是越来越精神了 第879章火龙草到手 伴随着灵气的大量涌入 无尘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重新变得年轻 由老年变成了中年 再由中年变成了一名青年 头发也是一样 原本的白发 已经是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头乌黑亮丽的黑发 生命力和受缘的补充 所带来的效果 那是全方位的改变 这时候火龙草已经是不复先前的威风了 而是在竭力的收敛力量 因为他身上的灵气被无尘给吸收了太多太多 再这样下去 他整个的都会被无尘给吸收掉 星级镜三重天 突破吧 无尘大喝一声 只见一股庞大的力量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这一股力量十分的强盛 要远远的超过了星级镜二重天 达到了星级镜三重天境界 给我睡 无尘迫不及待 想要试一试自己现在的力量 只见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冲了出来 周围的那些藤腕 刹那间就是被爆开了 散落的到处都是 哈哈哈哈 就是要这样 无尘哈哈大笑 心情特别的畅快 没有想到 这一次他竟是因祸得福 吸收了火龙草身上的灵气之后 他的寿命和生命力全部都被补回来了 而且 修为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达到了星级镜三重天 这让他如何能不高兴呢 轰隆隆 就在这时 一股巨大的震动 突然传了出来 使得整个地面都在不停地颤抖 仿佛是地震发生 无尘回头一看 这震动是从八星镜上面传出来的 只见一道道的采光 不停地从八星镜上面爆发出来 这股光芒 非常的绚烂 非常的耀眼 感受到了八星镜的震动 郁娇荣缓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立刻从八星镜里面飞了出来 看着郁娇荣 吴晨立刻就感觉到 这个女人变化惊人 修为进步神速 实力较以往有了极大的提升 你的变化很惊人 郁娇荣道 我从八星镜之中获得了我们人鱼族先辈的一些传承 修为才是有了进步 原来是这样 那就恭喜你了 这个宫殿 这一个八星镜 本来就是人鱼族的先辈所建立的 而郁娇荣是人鱼族的圣女 天赋绝佳 能获得人鱼族的传承 无尘也并不感到奇怪 不过 你的变化貌似更加的惊人 郁娇荣上下打量着无尘 现在的无尘 已经不复原来老太龙中的模样 而是重新回归到了年轻的状态 血气充沛 精力雄浑 如同蛟龙一般 而且修为大增 突破了星级镜三重天 这些这些都是非常惊人的 无尘笑了笑 他之所以能有如此的变化 完全是因为他吸收了火龙草身上的灵气 所以才得以重归年轻的状态 与郁娇荣的情况 那是截然不同的 哄 就在这时 一股巨大的震动传了出来 吸引了无尘和郁娇荣两人的注意 两人看了过去 瞳孔猛的一缩 只见一股巨大的力量 猛的从八星镇之中爆发出来 这股力量非常的恐怖 使得八星镇都是炸开了 土块四处飞 八星镇居然炸开了 两人皆是感到不可思议 这八星镇 乃是人鱼族强者用来禁锢火龙草的地方 既然现在八星镇已经爆开了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里面的火龙草也是自由了 无尘的念头刚一生出 一股绚烂的光芒就是冲了出来 这是一棵草本植物 但是体型十分的庞大 就像是一棵大树一样 火龙草 毫无疑问 这东西就是火龙草 也是他们这一次需要找寻的东西 火龙草一出来 根本不做停留 直接化为一道红光 就要离开这里 经历了千辛万苦 他好不容易才从八星镇里面出来 自然不想再被困在里面了 那种日子简直是难熬至极 还想跑到哪里去 火龙草想跑 但是无尘却不给他机会 因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火龙草 要是让他跑了 他们所做的努力 不是都白费了吗 无尘一把抓住火龙草的主藤 然后用力一甩 把他给摔在了地上 无尘 你这是什么 看着无尘手里握着的粗大藤腕 玉胶蓉满脸的惊奇 无尘道 这是火龙草的主藤 有了这东西 就不怕火龙草逃走了 玉胶蓉更是吃惊 没有想到 无尘居然知道这么多东西 连火龙草的死穴都是知道 给我过来 无尘一把把火龙草给拉了过来 此时此刻 火龙草似乎还不肯服输 无数的藤腕 又是冲了过来 铺天盖地朝着无尘卷过来 如同青涩的海浪一般 汹涌不绝 无尘 小心 玉胶蓉交集提醒 身上的灵力已经是凝聚起来了 随时准备出手去帮助无尘 没事的 他奈何不了我的 之前 火龙草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 就是无法奈何得了他 更不要说现在了 更加是奈何不了他 所以 他是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的 给我碎 无尘大喝一声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身上爆发了出来 超强的力量 喷发而出 化为一股强横的力量波动 席卷四面八方 周围的藤腕 还没有触碰到他 就被他的力量给震开了 根本就是奈何不了他的 震碎了周围的藤腕 无尘直冲过去 强大的力量 澎湃的灵力 汹涌而出 铺天盖地 卷向了火龙草 火龙草大惊 立刻化为一道红光 想要逃离 但是 已经是来不及了 无尘的气息 迅速地冲了过来 排山倒海一般 可怕的力量 喷射而出 把他给镇压住了 以目神觉 无尘抱贺一声 以目神觉的力量冲了出来 灌输而下 冲入了火龙草的身上 火龙草立刻浑身颤抖 只是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 作用在他的身上 要把他给制服 他竭力抵抗 想要抗衡这股力量 但是 以目神觉是专门克制他的 所以 他的抵抗 仅仅坚持了一会儿 就彻底地落入了下风 被无尘给收服了 握住了火龙草 无尘点点头 经过了这么辛苦的战斗 他终于是拿到了火龙草 走 我们回去 第880章焦黄 人鱼族腹地 一间密室之外 大长老和郁娇荣等 一干人等在这里焦急地等待 不时地抬头张望 心中充满了担心 把火龙草给拿回来之后 无尘休息了一天 就开始着手给郁娇荣 做最后的治疗了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我好担心啊 郁娇荣看着紧闭的密室 无尘和自己的母亲 已经进去了一个多时辰了 到现在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这让他一颗心是七上八下的 大长老道 焦荣 你也别担心了 要对少侠有信心啊 相信少侠一定可以医治组长的 郁娇荣点了点头 对 我应该对他有信心的 无尘这人 是一个喜欢创造出奇迹的人 从他认识他以来 他就一直是在不断的创造奇迹 无论是炼丹师大会 还是后来与天狼沙之间的战斗 抑或是这一次收服火龙草 无论哪一次 都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 现在却是被他给完成了 就在这时 整个人鱼族的警报声四起 无数的士兵 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所有人都是惊了一跳 嫡媳 很快的 他们就是反应了过来 他们人鱼族实力弱小 经常被附近的种族给欺辱 类似于这样的警报声 他们早就已经是司空见惯 所以很快就意识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快的 又为时快速地走了过来 到 大长老 圣女 娇人族来袭 什么 娇人族来了 玉娇蓉脸色大变 娇人族的实力强大 他们人鱼族根本就不是对手 可恶的娇人族 真会挑选时机啊 大长老无比的愤慨 立刻就是冲了出去 无论如何 他们也都绝对不会 让娇人族侵占他们人鱼族 任何一块地方 玉娇蓉看了看外面 又瞧了瞧密室 思索片刻 也是冲了出去 吴臣 我母亲的事情 就烦恼你了 外面 此刻已经是一片混乱 娇人族的大举来袭 使得人鱼族再度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或许 灭族之祸 就在眼前了 血骄 你们骄人族三番五次前来攻击我人鱼族 真当我人鱼族无人是不 看着血骄和周围的骄人族士兵 大长老是勃然大怒 这些骄人族的人 真是太过分了 时不时地来找他们人鱼族的麻烦 是根本没有把他们人鱼族给放在眼里 血骄道 幽姬 这一次的战事可不是我发动的 不是你还能是谁 血骄是骄人族的统帅 是军队的首脑 要是没有他的同意 没有人敢私自调动军队的 血骄冷笑道 很快的你就知道了 血骄话音一落 一股超级强大的力量 就是陡然从空间深处传了出来 这一股力量 非常的强大 远远的超过了画龙镜 十分的恐怖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感到浑身一颤 灵魂都在发抖 正正的望着那一边 这股力量 实在是太强大了 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抵抗的存在 传奇静强者 欲骄容眼睛睁大 望着空间的深处 感受着这一股强大的气息 他自然能认得 这一股力量 绝对是传奇静强者 现在 他的母亲还在接受治疗 尚且不知情况如何 他们人于族之中 留在这里的 最强的人也就是大长老了 但是 大长老的实力 也不过是画龙静强者 根本不是传奇静强者的对手 这形式对他们人于族而言 是极端的不利了 这是 焦黄 大长老身体一震 骇然地看着 这股力量 或许对别人来讲 有些陌生 但他却是认得出来 这绝对是焦人族那一个家伙 实力强到了传奇静的恐怖强者 面对这种级别的强者 凭他的实力 那是绝对敌不过的 除非是族长欲无双 恢复巅峰战力 否则 他们人于族就是没有人能战胜得了 片刻 一位中年男子 缓缓地现身 这一个男子 头上戴着皇冠 周身渗透出一股强盛的气息 如同是蛟龙一般 一股王霸之气 迅速地冲了出来 席卷整个空间 好可怕的力量 人于族众人抬头 看着这一位中年男子 眼中有着的 只是浓浓的恐惧 这股力量实在太过于强大了 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焦黄 欲焦荣的眼睛 也是在凝望着这一个中年人 握在手心的宝剑 不停地颤抖 现在焦黄出现 而他的母亲又在接受治疗 能不能彻底地痊愈 并且恢复巅峰实力 这些都还难说 如果不能 那么 等待着他们人于族的 将是无尽地毁灭 灭族一样的灾祸 焦黄目光一扫 在人于族众人之中扫了一眼 道 玉无双呢 他在哪里 大长老咬咬牙 勉力刻不心中的恐惧 沉声道 焦黄 你竟敢带人来攻打我们人于族 难道就不怕我们族长 灭了你们焦人族吗 哈哈哈哈 文言 焦黄哈哈大笑 道 玉无双 我会怕他 简直笑话 赶快叫他滚出来 要不然 我就把你们这些人统统给灭掉 人于族众人心惊胆战 几倍都在发凉 这焦黄的力量 非常的恐怖 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人 所能抗衡的存在 现在看来 玉无双是不在了吗 那好 本黄就先把你们这些人 给收拾了 再去找玉无双吧 焦黄冷冷说道 人于族的人 根本就是死不足惜 早该被灭掉了 现在却是撑到了现在 已经存在够长了 不应该再继续保留了 事实 一股超级强大的力量 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笼罩着整个空间 超强的气息 使得周围的海水 剧烈的翻滚 宛若是油锅里沸腾的油一样 所有人都是感到心惊胆战 望着那一道人影 感受着这一股强大的力量 眼中满是惊恐 这一股力量太过于强大 哪怕他们所有人加起来 都不是对手 难道说 今天就是他们人于族的末日了吗